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做薯仔 金小姐指定要這款 是美國的Baked Potato 這款是非常好的 要來做薯仔 做薯仔 有時我都要來做薯仔 做薯仔 很滑 很好吃 我們平時是買這個 做燒雞 今天金小姐說 你不要買了 因為那隻雞很貴 她說平民化一點 買一些冷凍的 我買冷凍的 又買一隻 大家就知道分別是多大 今天選一隻最小的 都要170元 回家會被她打我了 我開始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個燒雞 這是西班牙旺遊 酒地春雞 這個雪藏 58元一隻 在你未做任何事之前 另一件事 要將這個角爐先開 我開到最高的 我這個燒煮可以到250 如果你可以230 最多的就是230 然後開半個小時 因為這個角爐未夠熱 你燒脆的雞 是不會有效的 首先準備什麼呢 先幫你洗澡 小雞 其實很簡單 洗乾淨 可以 但有一個重要的步驟 就是 最重要是 裡面 骨下面 這裡 這些 這些 我去洗乾淨 基本上雞 不會有什麼髒的 這隻雞很乾淨 沒什麼毛 反而有時候新鮮的雞 會有很多毛 這樣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浪乾淨 浪乾這隻雞 現在就變成這樣了 我們這片爐快速了 平日洗乾淨之後 你要塞一塊紙 進入這個洞裡 因為我希望它乾一點 我現在是拿出來的 之前我們就這樣 OK 乾一點 我要準備一些 乳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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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現在的癌症 就是和這個 乳酪 related 所以我一定要吃這隻牛油 OK 那我就切了 4倍之1 直接這樣切 我就放在這裡 我就要融它 這樣 這個乳酪 這隻才是$58 如果我買冰鮮的 你知道現在近$200 我今天是第一次試試 看分別有多大 好了 準備什麼呢 就是剛才的Butter 和一個檸檬 這個檸檬 切一半 OK 我剛才就切了一匙的鹽 在這裡 現在先用手 放在雞肚子裡 鹽 這樣放在這裡 兩個拼 我不是很醃 這隻雞的 不過有些人看來喜歡 要鹹一點 或者怎樣 你喜歡就醃 我本身就不醃 煮了之後 會不會有檸檬 這樣呢 就塞在雞肚子裡 好了 這個Butter 最重要是掃上雞身 記住 一定要很均勻的 這個茶 因為要不然你一會兒 會想得不漂亮 現在我先大致 然後我用手 才幫它抹擦 好 OK 我去沖這個 塗這個 塗這些 油細太涼 一會兒 不然它就會 好像新天 這樣 好了 這樣就夠了 這樣 均勻一點 你就用手 幫它抹擦 其實不是說想真的抹擦 只不過我想它均勻一點 這樣 好了 雞肌呢 雞肌呢 這條繩呢 記得洗雞時不要丟 我不需要綁得很緊 但是也不用它抹得那麼開 這樣就叫做準備好了 可以放入六個 有燒雞肥 拜拜 有個八婆在那裡吵著 八婆 八婆 現在就放進去 你不要放太高 這樣放在這裡 如果放在這裡 我覺得太高 這個位置剛剛好 我們就燒它 三十分鐘 我的配菜 今天呢 我就想做些 薯蓉 還有這些 鮑魚 如果你喜歡 浦華一點 蘆筍也可以 那你會養養 OK 我現在準備了 這些薯仔 你喜歡怎麼切 其實問題不是太大 因為呢 基本上我現在要熬到它 融融地之後 你還要混在這裡 所以 怎麼切不是問題 這個水呢 最重要 其實要放些鹽 下去 讓它有些底味 我想煮它 五十分鐘左右 我們開始檢查它 其實沒有分次煮 你就可以離開那個地方 我煮的 我又不是一個專業的廚師 不過我幾歲就懂得煮飯 第一 我很喜歡煮的 所以我不會離開那個地方 很多時候 我一直知道的原理 是這樣 我走去試 你問是否 exactly 幾多分鐘 我覺得二十分鐘差不多 本來會看看 都沒得觀賞 煮一點 OK 這個就是薯仔 因為這個薯仔 可以的時候 你懶得說 你可以不需要混水 然後來煮這個豆也可以 甚至可以煎它也可以 炒它也可以 或者是蒸 蒸它也可以也可以 都是一個方法 OK 今天呢 這個工藥姐姐買這個豆 其實就不是我喜歡平日的 French beans 我喜歡的那種是深色些 這個是 This is not a French bean This is more like Chinese 炒那些豆角的那些 其實應該這不是我要的那種 不過算了 她都買了 我喜歡仔細 我就用手紮菜 媽媽就教了 其實可以說 兩邊這些扯扯它好一點 那你就把這個準備好 那你喜歡的話 用刀的 沒所謂 一開二 那就可以了 你看她用哪些 一絲絲的東西 那盡量 如果你是用手做的話 你比較可以看到這個 那你說懶 沒問題 你就用刀做 OK 好 薯仔呢 你看 煮成這樣 你知道它肯定得 那些水都一頭頭了 是不是 那就對了 那我們就把那些水 全部倒進去 然後倒在這裡 好了 那你開著 慢慢的火 開少許鹽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你就這樣去壓 你一定要買一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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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時用一定有這些 隔餐的 那有些人呢 就喜歡吃 就不用說 很輕鬆也可以的 那這些隨你喜歡 不用怕那些水分 好像 哎呀 不是太多 你開著火一會 慢慢的火 它自然那些水分 它就會 幫你煮乾一點的 知不知 好了 那我放少許鹽 法國人 他們的 Mashed Potato 就不特地嚇死人 我 即是嚇好怕 我個人 就放少許鹽 我最喜歡吃的 Mashed Potato 是放Cream 什麼Cream 什麼Cream都可以 就是Single Cream 什麼Cream 放少許鹽 我覺得這麼容易 很夠的 Mashed Potato 剛才說的 做了Black Pepper 其實是White Pepper 就好一點 少許鹽 如果有些人喜歡 他喜歡放Cream 粒味 都可以的 我們先和你分享 其他 recipe 你看看我這個Mashed Potato 你看看是不是很漂亮 這個時候 如果你怕太熱 我們先將那些火式做它 好了 現在就試味了 很美味 哇 好熱 這個就是 雞燒了30分鐘之後 今天是我第一次用我這隻新角蘿 我都不可以說我很滿意表面 我以前那隻角蘿燒出來的皮更漂亮 這個要試試看 最重要是拿出來 你會先攤一攤 不要馬上去切它 動它 我現在要撒到豆瓣了 現在呢 我覺得呢 我想加多一點點Cream 在這個 因為呢 這個豆呢 煮得一會 基本上 只要你開了一點點火 一會 它就油會熱一點點 那這個薯仔呢 好了 先把它拿出來 哇 這個碗很漂亮 蘿蝦是一碗買的 是Q圖買的 Handmade 很漂亮 一盡這麼多 我喜歡吃的菜 全部都是爽的 所以呢 我煮的東西 全部都是爽爽的 就不會是軟的 你自己喜歡吧 你自己試一邊煮就可以了 我就可以了 現在就可以拿起它 來吧 平日比爸爸那麼漂亮啊 自己在家吃東西 因為現在在拍攝給你們 就好像都學會人家 哎呀 搞得漂亮點 這樣 這個就是我完成的 燭雞呀 你們試一下 好大火最熱大火 要記得 開啟三十分鐘之後 鮮三十分鐘 好不好吃 你要自己試了才知道好不好吃的 好似呢 平日在YouTube呢 我們看人家煮東西都是的 你說那個Recipe好不好呢 你自己不試 會永遠都不知道的 塗些芽油呢 在雞裡 因為那些油呢 就是剛才我們那些筆斜呢 有點濃濃濃的 你塗上去那隻雞裡 就漂亮的 這個真是完成版了 那你記得了 這個繩呢 一定是要展開的 沒有吃的時候 那些繩子還在 那我就好 今天就擺在薯蓉 還有這個 Beans 那這個 大家試試 給我評論我 我知道大家在YouTube 其實我不知道你們 我是因為自己病 這段時間常常在家 所以常有空時間 我就會看 那我不看戲 因為我不想有劇情片 所以想影響我的情緒 那他煮的東西 就完全沒有的 那同學很開心 如果你們喜歡的 那也要支持我 記得你要按鈴鐺 要訂閱我 你不支持我 那這樣不行 好嗎 嘩 現在開刀了 我最近去Louise吃完他的雞 那我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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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香港最好吃的雞 我寫了 麻煩你 幫我刀掉這句 他未必是全香港最好吃的雞 全香港最好吃的雞 可能在我家 對呀 想吃的 好緊張 好緊張 這個真的不正 58元就是58元 一吃下去 馬上有雪藏味 真的有分別 我們吃開的那些 200多元 昨天我買了小的也170元 那人家這個58元 如果58元 這隻雞 我覺得 正到不得了 因為 大哥 整隻雞 自己一個人吃一隻雞 是吧 500元 但是 當然你不要 跟平時我們吃開 法國春雞來相比 不錯的 58元來說 我會給他80多分 加上金小姐的 煮的功夫 80多分 上到90分鐘 好緊張 幸好這個薯蓉好吃 還未吃薯蓉 嘩 嘩 嘩 你也不招呼薯蓉 你呢 我見你 整個碟 整個碟都是 謝謝 謝謝 這個薯蓉 又是 金小姐煮得很好吃 金小姐的西餐 我們家裡的西柱 非常好 我不敢說 我真的好坦白說 這個雞好吃 如果258元 一隻雞 80多分 OK 可以接受 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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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